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晚在北京会见国际篮联主席穆拉托雷 习近平指出 篮球是世界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一项体育运动 也深受中国人民群众喜爱 中国重视篮球运动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篮球事业 支持国际篮联为篮球运动发展做出的努力 相信本届篮球世界杯 一定会办成一届令人难忘的精彩体育盛会 习近平强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体育事业取得伟大成就 体育既是国家强盛应有之意 也是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正在建设体育强国 我们愿与国际篮联继续开展合作 推动中国篮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穆拉托雷感谢习近平主席 出席本届篮球世界杯开幕式 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 对国际篮联工作的支持 赞赏中方为举办本届篮球世界杯 做出的出色筹备工作 相信本届世界杯将成为 世界篮球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盛事 他表示国际篮联重视同中国的合作 愿为促进中国篮球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丁薛祥 孙春兰 杨洁篪 蔡奇 王毅等参加会见 有点赞 黄欧 美味请不吝点赞 参加会议 女嘉宾 如果想发出生日语 你会计判判写也计判写 这点赞 入充一座 请不吝点赞 四次